我说当然他也闻不到任何食物的香味 那么在我满五岁 满一年 就是我一年四岁到五岁 我嗅觉失去满一年的时候 我有一天在路上 我又碰到这个藏法的这位 这位飘来飘去的姐姐 他就告诉我 要换回来吗 我说不要 我不想再变臭 他说如果你决定继续保有香味 那我就跟你继续交换味觉 交换的时间是二十年 二十年后 我再会去找你换回来 我就说二十年再久我都愿意 那这时候这位姐姐点了一下头就消失了 从此之后 我这二十年来都没有看过他 我都没有看过他 至于为什么是二十年 我也不晓得 我也不晓得 后来就一直到我练完大学 二十二岁 我要当兵了 那刚好这是我失去味觉满二十年的时候 然后到了军中 我我开始发现 闻不到东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香水大冰 今晚的故事非常好听 现在开始说故事 大家知道 在军中当兵之前 通常一定要先做体检 那么体检有去体检过的男孩子 现在女生有当兵了 但是女生的体检不会像男生那么荒谬 男生体检是蛮荒谬的 例如说视力 要检查视力 有没有色盲 然后看得远不远 就是一个C或是E的形状 让你去左比右比 看视力 听听觉 然后看看你身体上有没有严重的缺陷 蹲下去会不会站不起来 有没有压板脚 有没有这个腿 O型腿 或者是有一些天生的缺陷 大概男生的兵仪就是看这些 但是有一项 眼耳鼻喉 只看外观完不完整 听不听得到 看不看得到 有一种永远不会被查到的 叫什么 嗅觉 通常去当兵不会问你闻不闻得到 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COVID-19 会失去嗅觉 没有 他不会管你闻不闻得到 反正嗅觉永远是被军中体检忽略的一环 所以没有人会问你闻不闻得到 然后 对 还有一个在军中 就是你要进入军中的时候 以前因为教育程度 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 通常会问你说 你是什么教育程度 我是大学毕业 因为以前的是硕士以上就是预官 那么大学以下 原则上就是问你 是不是 会不会写字 我大学毕业 他只给你写两个字 试字 所以这是笑话 不过以前在军中体检的时候 通常就是做得很 很普及 很普及 就是因为都要让你当兵 怕你逃避兵役 所以说原则上体检是做得很表面 嗅觉 原则上不列入体检重要项目之内 所以闻不闻得到 跟能不能当兵 是两回事 那么进入军中 到了我们部队报到以后 我们也很少会去问说 你闻不闻得到 很少人去问这种奇怪的问题 因为没有人会去管你 嗅不嗅觉 闻不闻得到 那么就有这么一次 我们单位有一个新兵报到 叫 我们都叫他小海 海边的海 叫他小海 新兵小海 那这个小海呢 到了部队报到这种发现 很奇怪 一般来讲 阿兵哥都全身都是臭乎乎的 全身臭乎乎的 都是一股臭味 那这个小海 全身就发 会发出一种花香的味道 很香 他的全身就发出一种花香的味道 那么以前在军中 如果你身上喷香水 人家会认为自己娘娘腔 所以这个小海 就到了单位以后 就常常被很多人写说 男生喷什么香干什么 这男生弄得香喷喷做什么 所以很多人会用这些问题去问小海 那么小海也不回答 也不通常不回答 他就笑而不说 笑而不答 那么当然就会有些老兵 会开始有意无意的刁难他 就是娘娘腔啊 喷什么香水啊 喜欢喷香水就不要来当兵嘛 我们都是臭阿兵哥 都臭男人 身上都臭臭的 就会刁难他 可是偏偏 这位新兵小海 他确实长得非常强壮 身体非常的壮壮硕 所以你说他是娘娘腔也不对啊 你叫他这个体能弹机丢手楼弹 一丢50公尺 然后500障碍 这两分多钟就跑完了 这个体能跑5000公尺 他永远都是跑在21分里以内 跑得非常快 那你说他是娘娘腔吗 他体能又非常的好 他体能非常好 他全身又香喷喷 虽然他身上香喷喷的 我们也从来不看他喷过香水 就是进入军中 你洗完澡以后 如果你有喷香水 弟兄弟闻得到 他也没有喷香水 也没有去喷香水 他就是发觉 这位新兵小海身上就是发出花香的香喷喷的味道 那么身为领导军官 我看他常常被这个老兵刁难 我就问他 我说 我说小海 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到了军中来当兵 还要把身上喷得这么香 还要喷得这么香 我说注重卫生大概是件好事 可是你喷得这么香也太奇怪了吧 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可以告诉我 那小海看看我 就笑了一下说 我没有喷香水 我没有喷香水 我说 我说你没有喷香水 身上怎么会这么香呢 他就说 我身上有很香吗 我闻不到 我说你闻不到 你身上真的很香 他说 其实当我闻得到的时候 我的身上是很臭的 可是当我闻不到了以后 大家都说我身上很香 我不晓得大家是在 故意在消遣我 还是故意在讲反话 反正我没有喷任何的香水 而且我身上也不香 可是我就觉得奇怪 这是精神错乱吗 还是这个新兵故意要争我冤枉 我军官 我说小海 我说其实我也是有忍耐有个性的 你身上真的很香 可是你真的闻不到吗 他说 我当我闻得到的时候 我再重复一遍 当我闻得到的时候 我身上是很臭的 可是自从我闻不到以后 我就不知道什么叫香 什么叫臭 但是 我知道我身上是臭的 不是香的 那可是我看这个小海跟我答话 并不像一个油腔滑掉 或者是故意在 要顶撞长官的这种感觉 他是很有诚意的 这样说我身上是很臭的 并不香 那我就想一想 这或许有什么隐情 我也没有多问他 我说好吧 我说既然如此 我就不多问你了 那么反正既然你没有喷香水 那就算了 或许是你天生就是这种味道 这小海皱了一下眉头 听来好像认为说 我觉得他身上很臭 我说我没有说你身上臭 我说你天生上就是这种味道 或许你闻不到而已 那么过了一个月过去 还是很多弟兄跟我讲 他报告长官 这小海倒是喷这么香的香水 晚上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我说好 我说我问过他了 他没有喷香水 他确定没有喷香水 你们有亲眼目主过他喷香水吗 没有 所有老兵说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喷香水 一次都没有 那我说那他身上怎么会这么香呢 不知道 我说据我问他们 他就说他本来就这么香 但是他觉得这是臭 这不是香 或许有些人对于香水的解毒是 那很臭并不香 我说或许 你们所闻到的香 他觉得是臭的 那当然既然这样子经过了 我出来当调解 那当然这些 这些人又没有欺负小海了 他就反正就当他的兵嘛 也没有爱到别人 那从前老旧的营舍 其实厕所是厕所是非常老旧 不容易打扫的干净 可是大家知道在军中 又特别要把这个 这个打扫的非常干净 所以呢 我们通常会在厕所里喷一点这个 明星花露水 我们也喷点这些东西 来消除厕所的异味 那么小海呢 他就负责扫厕所 他就负责扫厕所 那这些老式的厕所 因为其实建筑并没有那么的先进 所以抽水马桶状况也不是很好 常常会堵塞 尤其是遇到了 晚上吃完晚饭到洗澡这段时间 是弟兄使用厕所的尖锋期 那个厕所里面 那个粪便非常之臭 那小海就自愿 他说我来扫好了 他说因为我身上有股怪味 我来扫厕所帮大家服务 所以小海就负责帮忙扫厕所 那么我以前看到弟兄进去扫 这种粪便堆积如山的厕所的时候 就带着防毒面具 那时候没有口罩 就带防毒面具 其实防毒面具也盖不了臭 臭味防毒面具是过滤不了的 那只是一个心理安慰 那么小海去打扫厕所 尤其是打扫 使用尖锋时段过后的厕所 这小海我观察他 他的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他的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而且他扫得非常的甘愿 那这个大家知道 我也扫过厕所 如果遇到厕所很臭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皱眉头 或是用毛巾掩盖住鼻子 小海完全没有 就是进去扫 扫得干干净净 清扫完走出来 脸上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 正常的人进去扫厕所 粪便堆积如山 一定眉头皱得很难看 但是小海没有 那么我在想 是不是喷了明星花露水呢 还是说这个厕所 有什么古怪 这个老旧的厕所 在小海一扫过以后 突然间就不臭了 突然就不臭了 这是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魔法 我们大家都在揣摩 可是呢 找人问小海 小海说 不会啊 我还可以忍受 也就是说 厕所在尖锋时期 那个像魔鬼一样的 那种 那种堆积如山的粪便 都不能让小海 感到非常的厌恶或是臭 那么久而久之弟兄 也就觉得 哎 不错啊 人家身上香脸又怎么样 人家去扫厕所的时候 很甘愿啊 也不会皱眉头啊 也很愿意 而且把厕所扫得很干净 让我们都能够 这个如厕所很舒服 所以开始老兵对他也 也不讨厌了 也不会因为他身上的香味 而讨厌他 就 就就就就不当这么一回事了 那么 其实我把那些 曾经嘲笑过他的老兵找来 我说 小海 他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弟兄 他他 不管他没有喷香水 他就身上有股香水味而已 你们就不要欺负他了 那么 这个他又帮你们厕所扫这么干净 那不然以后你们就轮流扫 他愿意帮你们扫 你们就就就 不准再欺负他了 那这些老兵想了一想 小海对他们也没什么害处 也就也就习惯了 后来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小海自己跑来找我 他说长官我跟你讲 我 我有一个事情一定要告诉你 我说什么事 你跟我说 他一讲出来 这真是一个 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谎言 这在骗我 我认为你在骗我 但是我看小海的神情 却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什么事呢 他有一天就跟我讲 他说其实 长官我跟你讲 我被人家交换过 我说交换 交换礼物还是交换学生 还是交换什么 到底交换什么 他说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怕臭 对不对 我说对啊 我说我一直很想问你 可是我看你也不想讲 他说 其实我跟长官你讲过 我没有嗅觉 我是闻不到的 不管这个味道是香还是臭 我是没有嗅觉的 其实我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也吃不出这个东西有什么味道 我说怎么说 他说因为当你鼻子闻不到东西的时候 你吃到再美味的食物 你也闻不到它的香味 所以你吃的东西也不会有什么美味的感觉 所以我是没有嗅觉的 这已经蛮久的 我说多久 他说 这应该要从我大概四岁的时候 在念幼稚园的时候发生的事 我说你闻不到是天生的吗 要不要去军医院挂个号 看个病 然后能够把这个嗅觉给找回来 他说应该没有用 因为这应该不是病 我说那你这样子享受美食享受不到 也闻不到香味 虽然你闻不到臭味是好事 你也闻不到香味 这样会不会很遗憾呢 他说不管医不遗憾 这跟医学无关 那我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在四岁的时候 我曾经做了一个 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交易 我说这么严重吗 他说对 他说因为我从小 我的腋下就有一股怪味 我说那叫狐臭 我说那叫狐臭 那通常动手术可以根治的 他说对 他说我有狐臭 那么从小呢 这些我的朋友就会笑我 就说我是很臭 臭小孩 说我很臭 那么怎么办 没办法改变 那个年代我也不知道什么开刀 或怎么样可以改变狐臭 那么我每天晚上几乎都是哭着回家 因为被同学取笑嘛 同学都叫我 叫我臭小孩臭小孩 我就觉得被侮辱了 所以我有一天晚上就哭着回去 那么走过我们家一个 一片荒地的时候 突然发现 有一个又高又瘦的一位 长头发的女生 经过我身边 当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 她的那股香味 盖掉了我的胡臭味 盖掉了胡臭味 很香 非常香 那我就心里想 如果跟她一样香 那该有多好 我心中就这样讲的 那这个又高又瘦的这位姐姐 就像一缕清烟一样 飘过我前面又飘回来 飘到我面前 停住了 就直接停在我面前 就停在我面前 我就跟她说 姐姐你好香 这时候 她低下头来 她非常高 应该有 应该有两公尺高 很高很瘦 她就把头低下来 就说 你觉得你很臭 你痛苦吗 她说 我很痛苦 我真的很痛苦 她说 如果你想解脱这种痛苦的话 或许我可以帮你 她说 要帮 你怎么帮我 我这么臭 你这么香 我怎么帮你 她说 我告诉你 你有一项 是我没有的 就是我没有嗅觉 我闻不到东西 我闻不到东西 所以我自己身上 再香都没有用 因为我闻不到 我希望我能够有嗅觉 那这时候小海 就跟她讲 我要嗅觉干什么 我身上臭死的 最好没有嗅觉 我只要跟你一样香就好了 那这时候 这位又高又瘦的这位姐姐 就用她的手指 点了一下我的额头 她说 好 我跟你换 从那刻开始 我就闻不到臭味了 我突然间发现 我闻不到臭味了 没有 闻不到臭味了 那我很高兴啊 我也不知道我变香了 我只知道我闻不到臭味了 那但是呢 呃 我到学校 同学开始跟我说 哎 你变得很香 那其实我心中就觉得 你们在笑我 我明明就很臭 你们说我很香 我只是闻不到而已 你们需要这样嘲笑我吗 对 那么 这同学都说 没有没有 你真的变得很香 真的变得很香 开始跟我一起玩的人也多了 开始来跟我一起做功课 跟我一起上学 放学的人也多了 因为我闻不到臭味了 但同学都说我很香 那么 还有人问我 喷什么样的香水 我说我没有喷香水 我真的没有喷 反正从那一刻开始 同学觉得我很香 家人也觉得我很香 可是呢 我的食欲 我的食欲变差了 我说可是我看你长得还是蛮壮的 他说对 我长得很壮 可是我的 我吃的并不多 因为我 没有嗅觉 所以我的食欲也差 那我说那你有没有去看过医生 他说当然有啊 我去看过医生 医生说我没有问题 是心态 是心理的问题 我的生理状况没有问题 所以医生判定我是闻得到的 可是我真的闻不到臭味 我说当然他也闻不到任何食物的香味 那么在 我满五岁 满一年 就是我一年 四岁到五岁 我嗅觉失去满一年的时候 我也停在路上 我就碰到这个仓法的这位 这位飘来飘去的姐姐 他就告诉我 要换回来吗 我说不要 我不想再变臭 他说如果你决定继续保有香味 那我就跟你继续交换味觉 交换的时间是20年 20年后 我再会去找你换回来 我就说20年 再久我都愿意 那这时候这位姐姐 点了一下头就消失了 从此之后 我这20年来都没有看过他 我都没有看过他 至于为什么是20年 我也不晓得 我也不晓得 后来就一直到我 练完大学 22岁 我要当兵了 那刚好这是我失去 味觉满20年的时候 然后到了军中 我开始发现 我摸到东西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我们到毒气室 到这个军中 新兵训气室 跑出来 全部大家都觉得 鼻腔被呛得不舒服 我只有眼睛流泪而已 我完全鼻子没有任何感觉 因为我没有味觉 我闷到任何东西 我还可以很高兴地唱歌打树 就是我的味觉完全丧失 他说不会闻到那个很臭的感觉 那么 我还是直接就跟这位弟兄讲 我说好 那既然你不是病理的问题 是心理的问题 我说或许你多行善多做好事 说不定你的味觉会回来 我只有这样讲他 因为我不认为他跟我讲的是实话 觉得这个兵是不是在 在在在在在唬我 在骗我 那但是因为兵嘛 弟兄 我就是把他往善处 往好处讲 我说或许你多做一点好事 你就可以恢复你的味 你的这个嗅觉了 你就可以恢复你的嗅觉 你吃东西就有味道了 他说长官 怎么样叫做好事 我说你现在正在做好事 因为你在当兵 你在服兵役 你正在保家卫国 你保卫的是两千三百万人 所以你每好好当兵一天 你就是帮两千三百万人服务 你就在做好事 你好事做久了 自然你就会有好报 这个不离本行的 就是鼓励弟兄好好把兵当完 再加上呢 我说你现在每天帮全联来扫厕所 我说厕所上全联将近一百个人都感谢你 所以你就是服一百人之物 大家都感谢你 所以你的好事 利他的作为也做了很多 我说别担心 这个总有一天 会苦尽甘来 你的嗅觉会回来 我只是很 这次说实话 我真的是只是很敷衍的安慰他一下 因为我觉得 这个弟兄 这是不是在骗我 那么后来 我发现 我这个敷衍他 我没有相信他 这差点闯了大祸 直到有一天 发生意外了 我才很后悔当时 没有把这个小海的事当成一回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后来因为小海在单位服务 将近一年了 就他满二十二岁 满二十三岁了 满二十三岁了 一年了 大概再过不到一年就要退伍了 他开始可以站一些比较侧门 比较外哨的一些卫兵 那么这时候两个人卫兵一起站 突然间有一天晚上 这个就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弟兄纷纷回报 说昨天晚上 从这个小海满 二十三岁生日那天开始 他说那天晚上开始 很多晚上站业卫兵的人 在侧门都会看到 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女生 留着长发 在这个侧门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那我就心心想 很高很高女生晃来晃去 我说有没有还除了这外 有没有什么特别 他说他看起来没有想要 进军营的感觉 只是在军营前面晃来晃去 好像在找谁的样子 我说还有什么特别 他说有 这个女生身上有非常严重的狐臭 我说你怎么到底有狐臭 他说因为一阵风吹过来 每次这个女生这样晃过去 那个风吹过来就一股狐臭 他再晃过去又一股狐臭 他就来回这样晃 他说我们被臭得快受不了 这时候我突然间警觉到一件事 有狐臭的高高瘦瘦的女生 跟小海讲的那个人 好像完全一样 但是我很肯定 这个女生不是人 因为可以跟小海交换 这种嗅觉的女生 他绝对不是人 我说好 大家提高警觉 我也疏忽了 当天晚上有小海的侧门哨 那这小海就上了哨 我说大家还是要注意到 这个 这个 严格 要注意到我们营区的安全 不要让人家闯入 即使是女生也是一样 快到了晚上三点钟 突然间侧门的卫兵 打电话回来说 不得了 小海昏倒了 我一听小海昏倒 我心想糟了 我把两件事联想在一起了 是不是这个女的 对小海怎么样 会不会对他不利 如果出了人命怎么办 我就赶快骑着脚踏车 骑到侧门 然后义官已经比我 早一点时间到 因为义官有救护车 他已经比较早到 到了以后就把这个小海 抬上了救护车 就抬到义务所去 我就跟着骑脚踏后面追 追到义务所之后 我就看到他把小海 搬下了车子以后 他就急忙用那个鞍水 鞍水沾了棉花 要给小海闻 要给小海闻 我立刻就跟义官说 义官不用给他闻 没有用 义官说 为什么没有用呢 他说我们士兵晕倒了 用这个鞍水给他闻 刺激他的嗅觉 他立刻就会醒过来 我说义官 因为他没有嗅觉 他闻不到东西 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就是知道 他是我的兵 我怎么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会没有嗅觉 所以义官没有理我 立刻就把这个鞍水沾了棉花 就往他鼻子前面一放 我告诉大家 不到一秒钟 小海马上跳起来 哇好臭 这义官看了我一眼 你不是说他没有嗅觉吗 我说他跟我讲的 是他跟我讲的没有嗅觉 而且他去扫厕所的时候都不会臭 怎么你这个鞍水给他一闻就臭了 这时候小海醒过来说 哇好刺鼻好难过 其实我是高兴 第一个 小海没有出状况 这是人是活的 第二个呢 他恢复嗅觉了 那么义官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反正没有出事就好 我就把小海带回脸上 一边走一边 我就是小海没事 你先睡觉 有什么话 明天再说 然后小海就好 他就知道 因为我晓得他怎么回事吗 所以我跟他说有什么话 明天再说 先睡觉 明天再说 到早上六点钟一起床 我就点完名 我就把小海找了 我小海 我问你是不是换回来了 你是不是跟他换回来了 他说 是换回来了 我说怎么回事 你可以告诉我吗 你可以跟我讲 我要维护脸上的安全 你可以把这个事告诉我 他说 因为 我到了侧门战卫兵 我就看到这个女生出现了 在那边晃来晃去 然后他看了我以后 点了个头就晃过来 我说晃过来干什么 他直接问我 要换回来了吗 要换回来了吗 我就点点头 他就用他的手指 点了我的额头一下 我说 什么感觉 他说他点了我的额头一下 我就犹如人生跑马灯 我说什么叫人生跑马灯 他说我把这个 失去味觉 这二十多年来 我的感受全部重演了一遍 就是我开始享受到 我身上不臭了 同学开始称赞我香 到我吃东西完全没有味觉 失去了二十多年 吃东西的快乐 我说那你后悔吗 他说不是 我不后悔 我觉得很值得 我说为什么值得 他说那一瞬间 我也看到了这一位 飘移的长发女鬼 她的鬼魂跑马灯 这二十多年来 她的跑马灯 我说你看到什么 他说我看到她 她之前没有味觉的时候 她没有办法享受 因为鬼是用闻的 鬼吃贡品是用闻的 她没有办法享受贡品 没有办法吃 就是人家贡品给她 她没有办法闻 没有办法享受贡品 每年到了中原节普渡的时候 她就饿的 她吃不了 她没有嗅觉 直到了我跟她交换以后 她开始享受到每年七月 人们对她的中原普渡的奉扬 连续二十年 她接受够了 然后她准备要去投胎了 所以她准备把味觉还给我 她要离开了 所以我觉得 虽然我在人间 失去了二十多年的味觉 可是我让一个孤魂野鬼 她能够闻得到 然后可以安心的 享受到人间对她的供奉 中原供奉普渡 让她可以安心的离开 她说我觉得蛮值得的 那我说可是她跟你换怀以后 你的狐臭不是也跟你回来 她话才刚讲完 我就突然间闻到我身边有一阵很臭的狐臭 小海说没错是我 对味觉回来了 我的狐臭也回来了 然后这时候 我说糟了那还得了 同寝室的同学 同寝室的阿兵哥可有罪受了 因为很臭啊 因为非常臭 那这时候这些老兵本来是嫌她香的 现在突然间开始变臭了 这老兵问我说 你包长官 她不是太香 就是太臭 这怎么回事啊 我就跟她讲说来话长 我说这个事情我在这里不能跟你分享 我只能说 大家多忍耐一下 都是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保家卫国的 我说我想个办法 让她不要这么臭 大家就忍耐一下 都是自己的弟兄 后来我就请行政去买了什么 买了明星花露水 我就请她去买了这个 明星花露水一大瓶 然后把它放在浴室一个小水缸里面 白色小水缸 用水稀释 我就跟小海讲 我说洗完澡以后进去浸泡一下 进去浸泡一下 他说为什么 我说让这个香味来掩盖你的味道 这样子大家会比较好过一点 那这个小海泡了一天 泡了两天就发现 这个明星花露水的淡淡的香味 还真的可以盖掉她的一点糊臭 但是其实两个加起来并没有很好闻 但至少比这个完全的糊臭闻起来舒服 那么我就问小海 我说我当你的长官 我只能做到这样 我说我再问你一次 你换回这种味道 你后悔吗 他说不会 他说其实现在长大了 对于这种味道 我也不是很在意 况且阿兵哥都蛮臭的 我把它当成男人味 反正这就是男人味 未来我退伍以后 总有一天可以解决的 至少我喜欢我的身体 这是我父母给我的 所以这是真正的男人味 我不在乎了 那么同寝室的阿兵哥 也有的时候放假回来 会买明星花露水送给他 小孩子送给你 你洗澡都可以用 那反而这种阿嬷级的香水 在连队中变成了一个感情交流的风趣 甚至还有人拜托小海 说你洗澡的时候就泡一下了 不够再跟我讲 我们送给你 因为明星花露水并不贵 那么小海呢 后来也平安的从军中退伍了 也退伍了 那至于说退伍前我还问他 我说到底那个长发的那位小姐是怎么回事 他说后来其实他有梦到 这位小姐 这位女鬼 在投胎之前他有托梦给他 他说他在生前做了一些对不起 对不起他家人的事 所以他必须在人间 游荡20年 起满才能够到阴间去投胎 但是他天生没有嗅觉 所以虽然他的家人对他不是那么满意 他做了对家人不太对不起家人的事 什么事他没说 但家人对他不离不弃 每年的中元节还是有做普渡供养他 可是他闻不到 闻不到就没有力气去投胎 走不过那种漫长的那条黄泉路 所以他必须要有能够有嗅觉 能够闻到家人给他的贡品 他才有力气走黄泉路 那么索性就碰到年幼的小海 跟他交换了20年的嗅觉 让这个女鬼20年来 能够有足够的气力 享受到人间烟火 对他的这个 对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普渡 20年后他投胎之前 把嗅觉还给了小海 所以说小海是不是做了一件善事 我说你是做了一件善事 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放在心头里面 那直到今年的选举 这也是一个机缘 这个机缘居然有朋友 就拿这个送给他 他说你可以拿这个 小瓶的明星花露水 当成你竞选小物 小瓶的明星花露水 水手瓶 那么就让这个故事 让我重新想起来 这种气味 这种气味居然还有隐藏了 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 每次只要闻到这个味道 我就会想起小海 跟这个女鬼之间的一个阴阳互动 相互帮助 那么当然也是小海 保家为国 为国家付出所得到的好报 相信小海现在应该 应该也摆脱了糊臭的味道 因为这个明星花露水 现在也不太好买了 所以也许这个故事 就是小海跟女鬼 还有对于国家 奉献心力最好的写照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故事 香水大冰 好听吗 应该没有太恐怖 今天故事没有很恐怖 可是很有感受 希望大家觉得好听 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 感谢观看